日本航空它的行李規範是史上最寬鬆 歡迎你買一張商務艙機條 你可以帶 嗨大家好 我是海莉 歡迎來到海莉的 福利熊手福利系列嗎 2024年很多人跟我說 他有規劃想去日本旅遊 而且想趁機趁現在日幣匯率很棒的時候 去扛一些電器或是大型家具 那礙於航空公司他的行李箱限制 覺得好難塞喔 海莉你覺得我家購行李划不划算 我跟你們講 貼氣你可能首選的 可能一些聯航或長榮或華航 日本航空它的行李規範是史上最寬鬆 你光經濟艙喔 它就附兩件23公斤的行李 等於你可以扛46公斤的小伙伴回來 甚至你商務艙的話 三件32公斤行李 所以你買一張商務艙機票 你可以帶破百公斤的任何東西回來 所以呢 機票價格合理的範圍內 其實日本航空是非常划算的選擇 那我現在check in了 日本航空它的商務艙 它附的貴賓室是華航的梅院 帶大家進去看一下吧 比起長榮是整條的 其實華航的梅院比較邊邊角角耶 但它是靠門面 比較浮誇取勝嗎 紅燒牛肉麵 蕭麻麵 哇這看起來超好吃 好像牛肉麵 牛肉很好吃喔 眼睛腫腫的 我真的好像被打喔 左邊是正常的 右邊撞到 它的座位排斥是222 然後我這邊我是並排 可是它這個走道稍嫌小一點 所以如果有人坐的話 我要出去上廁所什麼 我要跟它借過 椅子是可以多段調整 然後也可以做平躺模式 然後甚至還有這種 按摩的功能 但它應該只是就是噴壓而已 沒有到真的很像按摩椅 吸部空間的話 我腳是可以完全伸直 不會踢到前面的人 這個很可愛 這裡放一堆書 然後螢幕的部分看來算 是比較舊的機型 反應比較慢一點點 可是還算大 然後這邊有個職務空間 欸可是這個職務空間 等於是兩個人共用 會不會跟別人碰到手 欸好尷尬 然後這裡有個小搭桿 耳機插桶 然後一個小小的 可以放手機在這裡 然後我發現它的耳機放在這裡 欸怎麼用的這樣包 而且不得不說 日本航空的這個耳機 質感很差耶 拖鞋就超好的 它是毛巾布 而且後面這裡有加厚式氣墊 甚至副鞋板 毛毯的部分是這種 比較薄的真絲毛毯 算是微固的不錯 沒有什麼起毛 很像飛機他就問我 就是眼罩 切鞋板 請給我 謝謝你 我的臉就是裝飽了 你不要裝飽了 我就想說我跟他昨天拿一罐冰可樂 像冰的超好 就拿了一整袍 這個冰包 這個蠻切心的 我好累哦 大小眼 它可能是一個套餐 整個SET一起上來的 然後它的湯 非常清爛的 蕃茄湯 可是喝起來是蠻鹹的 蠻有味道的 蠻脆的 蠻好吃的 但就還好 蠻脆的 是我期待在高 其實這一些東西 都是好吃的 只是因為 它是日本的韓蠱茄湯 所以我會期待說 更好吃 更出色 切不動 真是切不動 超熱 配機上它的牛肉 因為是附加熱的 沒有那麼軟嫩 是正常的 可是沒想到這麼硬 好 這是我這次的三粒品 有一袋布包 跟一個行李箱 其實要裝滿三個 32公斤 不容易耶 不容易耶 我查了一下 我覺得最有CP值的買法 就是買日本航空 經濟艙機套 大概一萬多塊 可以買到 兩件23公斤行李 很夠裝了啦 除非你要買家電 買馬桶 然後先去Check in 給大家看一下 東京雨田機場 日航的貴賓市場 什麼樣子 相互上大家真的都買包 裝包 所以他裝到滿 也才20公斤 感覺是要滑雪裝備 但是日航比較划算 我以為在排底 是你環球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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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念耶 所以故事告訴我們不要壓 現在才搭飛機回家 現在光排都要進去安檢 好幾百人 結果在入境神差 就是要過安檢的那個地方 我大概排了15分鐘後發現 如果你是頭等艙或商戶艙的旅客 你可以靠到最左邊 靠專屬快速通關 可惡 我前面浪費太多時間了 Sokura Lounge在這邊 日本航空肉汁咖哩好吃耶 這次在貴賓市 忙你同學跟他分享 這一次買日本航空他的上路艙 其實因為我是不同點會進出 所以其實這個票價是偏貴 那我查一下 如果你是桃園機場 飛大阪 如果商務艙的話 他3萬元補角 然後你可以扛96公斤行李 甚至還有手提行李 相當於100公斤 以上的貨物可以帶回台灣 如果你是用空運的寄回來 大阪寄過來 一周送達的話 一公斤等於2050日幣 440台幣 大概要花44075元 所以我買日本航空的商務艇機票 桃園機場出發 梅園那邊的濕的貴賓市 甚至你在羽田機場 或是你在大阪的機場 也都有貴賓市可以享用 當然你人這種張卡文機 會比較累一點 但我覺得超緊張 對這次海力的小小空空體驗 分享給大家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日本航空他的行李 這麼多 這麼棒 可以帶這麼多東西 甚至現在GP會是非常棒 買日本航空的機票 都還是很飽滿衣服 再也不用怕操縱了 如果你喜歡這一系列海力的 飛機航線開箱 或飛機機型開箱 商務艇體驗開箱 你幫我按個讚 想看我去把它 哪一架航空 哪一個時段 都可以留言給我 每一則留言我都會看 很快 又來到我們每個月 出的會員感謝時間 感謝我們的徐海黎會員 跟徐海膽會員 我們又共同走過一個月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所以我這邊要準備一個 重磅消息 福利放送 這邊要特別感謝我們徐海膽會員 每個月真的是很大力的支持 所以我準備了一個小禮物 如果你是徐海膽會員 會集滿一年以上的人 拜託私訊我們臉書粉絲團 我提供給你一個時馬表 我直接送你一件定制T恤 這件衣服 我不會對外販售的 只有會送給我們徐海膽會員 然後如果你就會集滿一年以上的 都歡迎趕快來私訊我的臉書粉絲團 還有Toby、Gary、柯熙、James Wu Kevin、楓、啟欽老師 你們應該都滿一年以上的 記得去私訊我臉書粉絲團 我給你尺碼表 你給我尺寸 文姓 湖內河君翔 小葉、鍾澤 馬狂、毅凱 耀明、無聊人生 4950 王榮成、葉曉忠 IC、冰淇 真的謝謝你們 你們算是新進徐海膽會員 一樣我會在年底 做出第二波徐海膽會員專屬的禮物 所以請繼續試徐海膽會員的會集喔 然後最後還有我們新的徐海膽 包含說泱泱大國、泱苗、曹明、Jeff、Leo 路過的NPC 還有新來的徐海膽會員 彭彭、紅文龍 及維唐、露餅 然後在這邊提醒我們所有會員 徐海膽會員、徐海裡會員 我們每個月15號晚上9點 都有會員專屬直播 而且我都會準備很多禮物要送給你們 那我們這個月15號見喔 大家掰掰